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这个小节中我们会学习IO控制器相关的内容 那学习了这个小节的内容之后 有助于我们理解之后的小节会讲解的IO控制方式 那IO设备其实是由机械部件和电子部件组成的 那电子部件就是我们开篇提到的所谓的IO控制器 或者叫设备控制器 那像我们平时使用的鼠标键盘还有显示器当中 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机械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机械部件 这些机械部件主要用来执行具体的IO操作 比如说这个LED屏就是用来显示输出的那些图像数据的 那所谓的电子部件呢 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印刷电路板 那在操作系统这本课当中 重点需要掌握的是电子部件相关的一些知识 其实当我们的这些IO设备连上电脑之后 我们的CPU是没办法直接控制这些IO设备的机械部件的 它必须通过电子部件来间接的控制这些机械部件 所以其实这个电子部件或者说IO控制器 它其实就是一个CPU和IO设备的机械部件之间的一个中介的作用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IO控制器其实就是用于实现CPU对IO设备的控制的 那IO控制器需要完成这样几个主要的功能 首先是要接收和识别CPU发出的命令 那我们最熟悉最简单的命令当然就是读或者写的命令 那除了命令本身之外 CPU还会告诉IO控制器执行这个命令相关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要读多少个字节要写多少个字节 因此IO控制器当中需要设置一个叫做控制寄存器的东西 就是用来存放CPU发出的命令和参数的 那之后IO控制器就可以根据这个寄存器当中存放的这些数据 来确定自己要执行的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操作了 那除了接收和识别CPU发出的命令之外 IO控制器还需要能够向CPU报告设备的状态 比如说一个设备此时到底是忙碌的还是空闲的 还是说这个设备此时处于故障的状态 那CPU作为系统资源的管理者 当然也需要知道各个设备的相应的状态 所以IO控制器当中也会设置一个叫做状态寄存器的东西 那CPU可以读取这个寄存器当中的内容 来判断一个IO设备此时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可以规定 1是表示此时设备空闲 0表示忙碌 当然如果还有其他更复杂的状态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二进之位来表示 那第三个IO控制器需要实现的功能是数据交换 因为IO控制器它是CPU和IO设备机械部件之间的中介 所以它作为这个中介 当然也需要负责作为这个数据交换的中间的一个使者 所以在IO控制器当中一般来说会设置相应的数据寄存器 如果数据要从主机输出到设备 那在输出数据的时候 这个数据寄存器就会用于暂时存放CPU发过来的数据 然后之后这个IO控制器又会把数据寄存器当中的内容 再传送到设备 那输入的时候这个数据的流向刚好是相反的 那不过这个数据寄存器也是用于暂存要输入的那个数据 之后CPU会从寄存器当中取走相应的数据 那这就可以完成数据的交换的一个过程 第四个IO控制器需要实现的功能叫做地址识别 那我们通过之前的分析会发现 这个IO控制器当中会设置各种各样的寄存器 并且每一种寄存器可能会有多个 那为了识别这些寄存器 我们也需要像给内存编纸一样 给各个寄存器编上一个相应的地址 那CPU在我往这些寄存器当中读或者写数据的时候 就是通过这些寄存器对应的地址来进行操作的 那IO控制器需要通过CPU提供的地址来判断 此时CPU想要操作的到底是哪一个寄存器 所以IO控制器还需要实现一个抑制识别的功能 那我们再了解了IO控制器的功能 还有各个功能大致需要怎么实现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IO控制器应该由哪些部分组成 一般来说IO控制器可以分为这样的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CPU与控制器的接口 第二个部分叫IO逻辑 第三个部分就是控制器与设备之间的接口 那还记得之前咱们说过的那句话吗 IO控制器它其实是作为CPU和设备的机械部件之间的一个中介的关系 所以左边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这个中介与CPU连接的部分 也就是CPU与控制器的接口 那右边的这个部分又是这个中介和设备的机械部件进行连接的部分 也就是控制器与设备的接口 而这个中介在连接CPU和设备的时候 必然是需要做一些中间的处理的 那这些处理主要就是在IO逻辑这个部分来完成的 所以IO逻辑它会负责接收和识别 从CPU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命令 当然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地址识别或者说地址易码也是这个IO逻辑需要进行的 那在接收和识别了CPU的命令之后 它还需要把它翻译成具体的设备能够明白的一些命令 然后通过这个控制器与设备之间的接口发送给具体的设备 让设备执行相应的操作 那这个地方大家会发现一个IO控制器 它可能会有多个控制器与设备之间的接口 也就是说一个IO控制器有可能会负责控制多个具体的IO设备 那为了区别CPU此时要操作的到底是哪一个设备 同样需要给这些设备进行一个编号 或者说给各个设备接口一个地址 那CPU在发出IO命令的时候 也需要指明自己需要操纵的是哪一个设备 那我们来捋一捋中间的过程 CPU首先会通过一个叫做控制线的线路 向IO控制器发出一个具体的IO指令 同时CPU还会在地址线这样的一个线路上说明 自己要操纵的是哪一个设备 那如果说此时是要输出一个数据的话 那CPU会通过数据总线 把自己要输出的数据放到IO控制器的数据寄存器当中 那之后IO逻辑就可以从数据寄存器当中取得CPU想要输出的数据 那类似的CPU此时发出的这个IO指令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参数 那这些参数它会放到控制寄存器当中 那IO逻辑就可以从控制寄存器当中读出相应的参数了 另外为了实现对各个设备的管理 那么CPU还会从这个状态寄存器当中读出各个设备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忙碌控险还是故障等等 那IO逻辑会往状态寄存器当中写入相应的数据 来告诉CPU各个设备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这就是CPU与控制器的接口所需要负责完成的一些事情 这个接口主要就是用于完成CPU和控制器之间的通信 那类似的控制器与设备的接口 其实就是用于完成控制器和设备之间的一个通信 那比如说此时是要输出一个数据的话 首先就是由CPU通过数据总线 把数据写入到数据寄存器当中 然后IO逻辑取出数据寄存器当中的内容 然后通过右边这个接口数据通路 把这些数据输出到外部设备上 那类似的如果要输入一个数据的话 这些数据可以通过这个接口输入 然后IO逻辑会把这些数据放到数据寄存器当中 之后CPU又从数据寄存器当中取走数据 那这就完成了一个数据输入的过程 那除了这样一个传送数据的通路之外 设备还需要及时的向IO控制器反馈自己的状态 比如说这个设备到底是什么路还是空间 那同样的设备通过这个接口 向IO控制器报告此时自己的状态 然后IO控制器的IO逻辑 又会把这个设备的状态写入到 它对应的状态寄存器当中 那最后这个接口中还会有一个 用于实现设备控制的一个电路 那IO逻辑会根据CPU发出的命令 还有相应的参数 然后对对应的设备发出一些控制命令 让这些设备执行具体的工作 那这就是IO控制器的一个组成 分为这样的三个部分 这个地方有两个小细节 比较值得注意 首先就是刚才咱们强调的 一个IO控制器可能会对应多个设备 第二 由于这个控制器会对应多个设备 而各个设备需要输入输出的数据 还有各个设备的状态 这些肯定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这些设备同时工作的话 那么显然只设置一个数据计存器 状态计存器肯定是不能满足需求的 因此其实这些数据计存器 控制计存器 状态计存器 这些计存器也会有多个 所以既然IO控制器中会有多个计存器 那为了识别各个计存器 也需要给这些计存器进行编制 这点咱们在之前也提到过 那一般来说 给这些计存器编制会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让他们占用内存地址的一部分 这种方式称作内存映像IO 另一种方式就是会采用IO装用的地址 也就是计存器独立的编制 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区别 如果采用的是内存映像IO这种方式的话 那假设我们的内存总共有N个地址 它们的编号分别是0到N-1 那如果系统中有一个设备控制器0 那它有三个对应的计存器 那这些计存器就会顺着这个内存的地址 继续往下编制 计存器0的地址是N 计存器1的地址是N加1 然后依次类推 那假如说还有别的设备控制器 它也有控制计存器的话 相应的也是会把这些计存器 让它继续往下接着编制 也就是说这些控制器当中的计存器 和内存采用的是统一的一个地址 那如果采用的是计存器独立编制的话 我们的内存是0到N-1这样一个地址范围 那如果有一个设备控制器 它有三个计存器 这些计存器又会被从0开始进行编号 那相应的如果还有别的控制器的话 它也是会从0开始编号 不过在有的系统当中 也有可能是各个设备控制器当中的计存器 用连续编号的方式 也就是说这个计存器可能是编号为3 这个计存器是4 这个计存器是5 当然我们并不需要纠结这些细节 我们只需要知道 如果采用的是计存器独立编制这种方案的话 那么这些计存器和内存的地址空间 并不是统一的 它们是两个独立的体系 那采用这种方式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就是要设置一些专门的指令 来实现对这些计存器的一个存取操作 那像这个例子当中 各个控制器的这些计存器 它们的地址也都是相互独立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仅要指明我们要操作的计存器的编号 同时还需要说明 到底要操作的是哪一个控制器 是控制器0还是控制器1 而如果我们采用的是内存映像IO这种方式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设置专门的指令 来支持对这些计存器的操作 我们只需要用对内存单元的操作相同的那些指令 来操作这些计存器就可以了 那这是这两种方式的一个区别 还有它们的优缺点 好的 那么这个小节我们介绍了IO控制器 也就是IO设备的电子部件 那IO控制器就是用于实现对IO设备的控制的 那随着计存器的发展也出现了很多种对IO设备的控制方式 这是咱们之后的那个小节会重点讲解的内容 那这个小节的内容考的频率并不是很高 但是大家也需要有能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需要重点注意的是两种计存器编制方式的一个区别 还有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当然还有控制器有三个部分组成 但是我们的选择题当中一般有四个选项 所以其实如果我是初题老师的话 那我也有可能会把这三个正确的答案 再加上一个错误的选项 让大家选出错误的选项 所以大家也不要偷懒 对于控制器的组成主要功能 这些也需要有一个大体的印象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这个小节的全部内容 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这个小节中我们会学习本章的一个重要的考点 IO控制方式 那上一小节中我们学习了IO控制器 但是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IO控制器也是在不停的发展的 那相应的IO控制器对设备的控制方式 也出现了不同的变化或者说进化 那我们需要掌握这样的四种IO控制方式 程序直接控制方式 中断驱动方式 DMA方式和通道控制方式 那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注意这样的几个问题 第一 在各种IO控制方式当中 完成一次读写操作的流程 分别是怎么样的 第二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CPU 对这个IO操作的一个干预的频率 第三 我们需要注意 在不同的控制方式当中 进行一次IO所传送的数据的单位 到底是多少 第四 我们还需要注意数据的流向 第五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各种控制方式的一个主要缺点 和主要优点 那什么是干预频率 什么是传送单位 什么是数据流向 这些可能现在听起来会比较模糊 那咱们一会儿直接看具体的例子就可以理解了 那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程序直接控制方式 这也是最早期的一种IO控制方式 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采用程序直接控制方式的话 那么完成一次读写操作的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以读操作为例 那经过上个小节的学习 我们知道一个IO控制器 它有这样的一些部分组成 那如果要完成一个读操作的话 CPU首先会通过控制线 向IO控制器发出一个读指令 于是IO控制器会根据CPU的要求 启动相应的设备 并且把这个设备对应的状态 设置为未就绪 或者说忙碌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假设状态寄存器唯一表示的是设备忙碌 那如果要进行一个读操作的话 CPU首先会通过控制线 向IO控制器发出一个读指令 然后IO控制器会根据CPU的要求 来启动相应的设备 并且会把这个设备对应的状态 设置为未就绪或者说忙碌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假设状态寄存器唯一 表示的是这个设备正在忙碌 那接下来这个设备就会开始准备计算机想要读入的数据 但是由于设备的速度要比CPU的速度慢很多 所以在设备还没有完成IO之前 CPU会一直不断的轮巡检查这个设备的状态 也就是检查状态寄存器当中的这个数据 如果这个数字一直为1的话 那就表明此时这个设备正在忙碌 它还没有准备好想要读入的数据 那这个CPU轮巡检查状态寄存器的过程 其实在背后它就是在不断的执行一个程序的循环 那接下来如果这个设备已经准备好了输入的数据的话 那么这个设备就会给IO控制器传送这次要输入的数据 并且报告自己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已就绪的状态 那接下来IO逻辑会把这个设备传送过来的数据 放到数据寄存器当中 并且会把状态寄存器改为0 也就是已就绪的状态 那在这个过程中CPU其实也是在不停的轮巡循环的检查的 那当它发现状态寄存器变为了0 也就是这个设备已经变成了已就绪的状态的时候 那CPU就可以从数据寄存器当中读取出此次要输入的这个数据了 那CPU首先是会把这个数据读入到CPU自己的寄存器当中 然后再把CPU寄存器当中的这个内容再放到内存当中 所以其实这个数据输入的过程本来应该是从设备输入到内存的 但是这个过程中必须先经过CPU的寄存器 然后再由寄存器转存到内存当中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次读操作 那如果说之后还需要继续读入别的数据 那之后如果还要继续读的话 那CPU又会再发送下一条读指令 然后再继续循环刚才我们所分析的这一系列流程 所以其实如果采用程序直接控制方式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个重点的核心词叫做轮循 再用这种方式完成一次读写操作的流程 就像这个图表示的这样 这也是咱们课本当中给出的图 那经过刚才的分析 相信大家应该已经可以看得懂这个图的含义了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自己来捋一遍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流程图当中不太容易理解的一些点 这为什么会有一个CPU到IO的标注呢 因为发出读命令是CPU向IO控制器发出的 所以CPU指向IO是这个意思 那第二个步骤读IO模块的状态 那通过刚才的分析 我们知道其实读IO模块的状态 是从IO控制器的那个状态计存器当中读出数据 然后放到CPU的计存器当中进行分析 所以这儿的标注是IO向CPU 那在读出IO模块的状态之后 还需要对这个状态进行判断 需要判断此时想要读入的数据是否已经准备好 那如果这个数据没有准备好的话 它还会继续不断的轮循 不断的读取这个IO模块的状态 那这个地方大家会发现这儿有一个叫做错误条件的东西 因为IO设备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 那如果IO设备出错的话 也会在IO控制器的状态计存器当中 写入相应的那些错误代码 那CPU就可以根据这些代码来判断 此时这个IO设备是否已经产生错误了 所以这儿有可能会产生一个错误条件 那CPU一直不断的轮循 直到发现这个IO已经准备好了 那此时就可以从IO模块当中读取一个字的内容 把它放到CPU的计存器当中 也就是从IO控制器的数据计存器当中 读入一个字的内容 放到CPU的计存器当中 所以这个地方的标注是IO指向CPU 那接下来当这个数据被读入CPU的计存器之后 其实这个读数据的过程还没有完成 还需要把CPU计存器当中的内容转存到存储器当中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个读操作 那接下来如果还要读入更多的数据的话 那就会回到刚开始的这个步骤 然后再重复一遍 咱们刚才分析的这一系列流程 那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个大家不太容易理解的点 为什么数据读入CPU计存器之后 还需要往存储器当中写入这个数据呢 其实我们看一段我们很熟悉的C语言代码 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么做了 只要是学过C语言 写过C语言程序的同学 肯定写过这样的一个函数 叫做ScanF 就是从键盘这种IO设备里 读入一个输入的字符 并且复制给其中的某一个变量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定义的这些变量ABCD 其实它们是存放在存储器 也就是内存当中的 所以其实这些数据 从键盘读入之后 最终肯定是要被放到存储器 也就是内存当中 因此当CPU获得我们 从键盘输入的数据之后 其实还没有结束 还需要把这些数据 把它写入到相应的存储器的 相应单元力 那原理相同 当我们使用printf 这个输出数据的函数的时候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 是要把内存当中存储的这些变量的数据拿出来 然后最后经过CPU 再输出到输出设备上 那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对程序直接控制方式的一个流程 有了一个很清晰的认识了 那接下来我们按照开篇提到的那种思路 来继续分析另外的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CPU干预的频率如何 在使用程序直接控制方式 这种方式的时候 CPU需要不断的轮循检查 这个IO操作是否已经完成 所以CPU干预的频率是很频繁的 不仅在IO操作开始之前 还有完成之后 需要CPU的介入 在等待IO完成的过程当中 这个CPU也需要不断的进行轮循检查 那这也是程序直接控制方式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缺点 那第三个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是数据的传送单位 那从刚才这个分析 我们也会发现 每一次读入或者写出的数据 数据量是一个字 第四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数据流向 那所谓的数据流向 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 在读入数据的时候 其实是从IO设备到CPU的寄存器 再到内存 那如果说是数据输出的话 就是从内存到CPU再到IO设备 所以每一个字的读和写 都需要CPU的介入帮助 也就是说CPU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来辅助完成这个IO的过程 那第五个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主要缺点和主要优点 优点的话就是实现简单 可以用软件的方式就可以实现 那由于它这个轮巡的过程 其实就是在执行一系列 循环检查的指令 所以这种方式才叫程序直接控制方式 通过执行一系列特定的程序代码 循环检查的这样的程序代码 就可以实现这种控制方式 那这种方式的缺点呢 也很明显 CPU和IO设备 它们只能串行的工作 因为在CPU发出一个IO指令之后 CPU并不能去做别的事情 它需要一直不断的循环检查 这个IO是否已经完成了 所以CPU会长期处于一个盲等的状态 导致CPU的利用率低 那相应的 当CPU在进行别的一些计算工作的时候 IO设备肯定也是空闲的 所以IO设备的利用率其实也是低的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为此人们提出了中断驱动方式 中断这个概念 咱们在之前已经接触过很多很多了 相信大家对中断并不陌生 那与之前的那种IO控制方式相比 中断驱动方式主要是引入了中断机构 可以让CPU在发出IO指令之后 转头可以做别的事情 也就是可以切换到别的进程 那由于我们的IO设备是速度很慢的 而CPU又是一种速度很快的一个硬件机构 所以当CPU发出IO指令之后 可以把此时需要等待IO的那个进程先阻塞起来 然后CPU先去做其他事情 也就是可以先切换到别的进程执行 然后当这个IO完成之后 IO控制器会向CPU发出一个中断信号 那CPU检测到中断信号之后 就会根据这个中断信号的类型 来执行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 那在CPU处理中断的过程当中 它会从IO控制器中读出一个字的数据 传送到CPU寄存器 并且在写入主存当中 那接下来CPU就可以恢复 之前被阻塞的这个进程继续往下执行了 当然也可以选择不恢复它 让它继续在就续队列里等待 然后先执行别的进程 那这些点咱们在之前的章节当中 也已经聊过很多次了 这就不再追溯 那我们需要注意这样的几个点 首先CPU是会在每个指令周期的末尾来检查中断 也就是说每条指令执行结束之后 CPU都会例行的检查一下 此时有没有中断信号的到达 那第二 在中断处理的过程当中 CPU需要保存和恢复进程的运行环境 但是这个过程咱们之前也分析过 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开销的 所以如果中断发生的太频繁 频率太高的话 那显然也是会降低系统的性能的 那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 在中断驱动方式当中 每次发生中断 只能读入一个字的数据 所以如果要读入大量的数据的话 那显然会发生大量的中断 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系统的性能降低 那除了引入了中断接触之外 别的这些流程和咱们之前的那种控制方式 其实大同小异的 这就不再追溯 那相比于之前的程序直接控制方式来说 采用中断驱动方式 CPU的干预频率就变得低了很多 CPU只需要在每一次IO操作开始之前 发出一个IO指令 然后转头做别的事情 然后当IO完成之后 CPU也需要介入来处理这个相应的中断 那由于等待IO完成的这个过程中 CPU可以切换到别的进程执行 所以在引入了中断之后 才实现了CPU和IO设备 并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第三我们就要知道的是 每发出一个读或者写指令 只会读入或者写出一个字 大小的数据 第四数据的流向和之前的 那个程序直接控制方式是相同的 在读入数据的时候 同样是从IO设备 读入到CPU的寄存器当中 然后再从CPU寄存器转存到内存当中 然后写出的时候 就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那中断驱动方式的优点 其实就是解决了程序 直接控制方式的最大的缺点 引入了中断技术之后 可以让CPU和IO设备 并行的工作 然后CPU不再需要 不停的轮循 来检查这个IO是否完成 这样的话 CPU利用率 还有IO设备的利用率 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但是这种方式 也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就是由于它每次 只能传送一个字 所以当我们需要 传送大量的数据的时候 那显然会发生 很多次的中断 而每一次中断的处理 又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代价 所以如果中断发生的太频繁 那么这个中断处理 会消耗很多的CPU时间 另外呢 采用这种方式的时候 在读住数据 或者写出数据的时候 都必须先经过CPU 但是通过之前的分析 我们也知道 其实读住数据 无非就是把IO设备 准备好的数据 放到内存力 而写出数据 无非就是把内存中的数据 写出到IO设备 所以能不能把中间 就是必须经过CPU的中转 这个步骤给砍掉呢 那为此人们又提出了 一种新的IO控制方式 叫做DMA方式 主要就是为了解决 中断驱动方式 留下的那几个问题 那DMA方式的中文名 又叫直接存储器存取 所以在遇到这个名词的时候 大家也需要知道 它指的就是DMA 那这种方式主要用于 对于快设备的这种IO控制 相比于中断驱动方式 DMA方式的数据传送单位 由字变为了快 每次会读入或者写出一个快 另外呢 数据的流向 不再需要经过CPU 而是可以在DMA控制器的控制下 直接从设备放入到内存 或者直接从内存写出到设备 第三 CPU对于IO操作的干预频率 又进一步的降低 仅仅在传送一个 或者多个数据块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 才需要CPU进行干预 所以DMA方式的一个流程 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首先CPU会给IO模块发出一个读 或者写一个快的指令 那之后CPU就可以转头做其他事情 接下来DMA控制器 会根据CPU发出的这些命令参数 然后完成CPU指定的这一系列的读写工作 当CPU指定的这些快读完或者写完之后 又会有DMA控制器 向CPU发出一个中断信号 然后CPU又介入处理这个中断 那在CPU发出读或者写指令的时候 它需要说明此次要读入或者写出的到底是有多少数据 然后这些数据应该存放在内存的什么位置 数据在外部设备上又应该存放在什么位置 那这些是CPU需要告诉DMA控制器的一些信息 这个咱们一会还会细聊 那CPU给出了这些参数之后 DMA控制器就会根据CPU的这些要求 来完成对应的读写工作 整块数据传输完成之后 才向CPU发出这个中断信号 要求CPU介入来处理这个中断 那咱们刚才一直在说的DMA控制器 其实也是一种IO控制器 只不过它和咱们上一小节介绍的IO控制器 有那么一些小小的区别 不过DMA控制器依然是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部分是主机或者说CPU和控制器的接口 第二个部分是IO控制逻辑 第三部分是快设备和控制器的接口 那这和IO控制器的三个部分都是一一对应的 这个并不难理解 那为了实现控制器和CPU之间的通信 它会在这个地方设置一系列的寄存器 然后CPU可以通过系统总线来读 或者写其中的某一些寄存器当中的内容 用这种方式达到控制IO设备的一个目的 那像这个地方DR它其实是一个英文缩写 它是一个数据寄存器 就是用于暂存从设备到内存 或者从内存到设备值的一个数据 相当于一个中转站 这个和咱们之前介绍的数据寄存器 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MAR这个也是一个英文的缩写 它是用于存放内存地址的 比如说要把数据从设备输入到计算机的时候 这个MAR当中会存放 这些读入的数据 应该放到内存中的什么位置 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相应的 当数据需要从内存输出到设备的时候 MAR这个寄存器中 又会指明我们要输出的数据 是存放在内存的什么位置 DC这个寄存器又叫数据技术器 就是用来记录此时还要读或者要写的字结束还有多少 那CR这个同样也是一个缩写 它是命令状态寄存器 用于存放CPU发来的IO命令 相关的一些参数 IO设备的状态等等一系列的信息 那和之前咱们介绍的IO控制器一样 这些寄存器也有可能会有多个 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列圈 那这些寄存器是最主要的主机和控制器之间的接口 而在控制器和快设备之间也有一个相应的接口 通过这个接口可以实现控制器 对于这些快设备的一个通信 控制的一个过程 那除此之外 系统总线还会把DMA控制器和内存连接在一起 所以DMA控制器和内存之间 可以直接进行数据的读写 不再需要经过CPU 比如说CPU可以在刚开始指明 这次要读入的数据 是存放在此盘的什么位置 那这些读入的数据应该存放在内存的什么位置 这些这个信息是存放在MAR里的 并且还会说明 此次要读入的数据的数据量到底是多少 那这数据量又是存放在DC这个计存器当中 那接下来DMA控制器 就会根据CPU提供的这一系列的参数 从磁盘的相应位置读入数据 然后写到内存力 而这个过程就不再需要CPU的干预 只有DMA控制器完成了整个CPU指定的这一系列的任务之后 它才会向CPU发出一个中断信号 然后CPU再介入进行后续的处理 那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 DMA控制器并不是每次直接读入一整块的数据 然后直接把一整块放到内存当中 其实DMA控制器在读入数据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个字一个字读入的 然后每次读入的一个字 都是先会存放在DR 也就是数据寄存器当中 再从DR写入到内存当中 用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方式 最终就可以完成一整块的数据的读入工作 那采用DMA方式完成一次读写操作的流程 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过程 并不复杂 在采用这种方式之后 CPU的干预频率就进一步的降低了 仅在传送了一个或者多个数据块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 才需要CPU干预 在开始之前 CPU需要发出相应的L指令 并且指明那些相应的参数 然后在结束之后 CPU又需要处理中断 然后进行后续的一系列处理 而数据的传送单位也从一个字变成了一个块 CPU每发出一个读指令或者写指令之后 电媒控制器就可以完成对一个块或者多个块的读和写的操作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地方指的多个块 只能是读写那些连续的多个块 并且这些块在读入内存之后 也必须是连续存放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想要读入多个离散的块 或者这些读入的块需要离散的存放在内存的不同位置的话 那么采用DMA方式 同样是需要CPU发出多条这个L指令 那在采用了DMA方式之后 数据的流向就不再需要经过CPU 它可以直接从L设备读入 然后在DMA控制器的控制下 直接把数据放入到内存 在输出的时候就刚好相反 同样是不需要经过CPU的 所以这种方式的优点 就是进一步提升了这个数据传输的效率 数据传输以快为单位 然后CPU介入的频率可以进一步的降低 这样的话CPU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别的处理 另外数据传输的过程也不需要再经过CPU 所以数据传输的效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那所有的这些其实带来的结果都是 可以让CPU从这些繁杂的L工作当中抽离出来 让CPU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别的那些计算任务 所以采用这种方式之后 CPU和L设备的并行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资源利用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个 CPU每发出一条L指令 只能读或者写一个或者多个连续的数据块 如果我们要读取离散的数据块 或者读入的数据块 要离散的存放在不同的内存区域当中的时候 就需要发出多条L指令 因此这是DMA方式 还可以继续改进的一个特点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人们又提出了通道控制方式 所谓的通道 其实它是一种硬件 大家可以把通道理解为是一种弱基版的CPU 通道可以识别并且执行一系列的通道指令 就类似于咱们CPU识别的那些指令一样 那为什么叫弱基版的CPU 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解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通道的工作原理 CPU内存通道通过系统总线连接到一起 首先CPU会向通道这个硬件发出L指令 并且指明此次要执行的通道程序 或者说通道指令的序列 它是存放在内存的什么位置的 同时CPU还需要指明 此次要执行操作的设备到底是哪一个 那在把这些信息告诉了通道之后 CPU就可以切换到其他进程执行了 可以开始可以抽离出去 开始干别的事情 那么之后通道会根据CPU的指示 去找到此次要执行的通道程序 存放在内存当中的什么位置 那这个通道程序 其实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任务清单 其实这个任务清单 就是一系列通道指令的集合 本质上它和我们熟悉的 普通的那些程序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在这个任务清单的通道指令当中 也会向通道指明 此次要读入和写出的数据到底是多少 然后读写的数据 应该放在内存当中的什么位置 它是放在外存中的什么位置的 等等这一系列的信息 这些都是通道在执行这个程序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知道的事情 所以如果采用这种方式的话 就相当于CPU只是告诉通道 你现在去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 那这个任务的清单 我已经放在内存里了 但具体这个任务需要做什么 并不是由CPU直接告诉通道的 而是由通道直接去读取内存当中的这个程序 然后一步一步执行 那当这个通道执行完了 这一系列的任务之后 它就会向CPU发出一个中段信号 CPU接受到中段信号之后 对中段进行处理 然后再继续执行 接下来的那一系列的程序 所以这就是通道控制方式当中 完成一次IO所需要经历的一系列步骤 那为什么说通道是一种弱级版的CPU呢 因为通道它可以识别一系列的通道指令 但是它所能识别的这些指令 与CPU能识别的那些指令相比 它的指令是很单一的 并且通道也并没有自己的内存 它需要和CPU共享主机的内存 所以由于通道这个硬件 只能识别一些很简单的 很单一的通道指令 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弱级版的CPU 那通过刚才分析 我们也知道了 在通道控制方式当中 完成一次读写操作的流程 就是这个样子 而引入了通道之后 CPU的干预频率就进一步的降低了 CPU可以一次扔给通道一堆事情 那这些事情会写在通道程序里 所以通道可以根据通道程序的指示 一步一步完成IO操作 然后当它完成了一系列的数据块的读写之后 才需要对CPU发出中段信号 因此CPU的干预频率是极低的 那DMA控制方式当中 每一次读写是读写一个数据块 或者多个连续的数据块 但是在通道控制方式当中 每一次读写可以完成 对一组数据块的读写操作 那与DMA控制方式类似 采用了通道控制方式之后 可以在通道的控制下 让数据直接从IO设备读入内存 或者直接把内存中的数据 输出到IO设备当中 那通道方式的主要缺点 就是实现复杂 需要专门的通道硬件的支持 但是它的优点也很明显 就是CPU通道IO设备 可以并行的工作 资源利用率特别高 好的那么这个小节 我们介绍了四种 我们需要掌握的IO控制方式 分别是程序直接控制方式 中断驱动方式 DMA方式和通道控制方式 那我们需要注意 这样几个维度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理清楚 在每一种控制方式下 完成一次读写操作的 大致过程 大致流程是什么样的 这个经常在选择题当中进行考察 另外我们还需要理解 每种控制方式的 CPU干预频率 到底是高的还是低的 每一次IO的数据传输单位 是字还是块还是多少 那通过之前的分析 大家会发现 其实每一个阶段的优点 都是解决了上一个阶段 留下的最大的那个缺点 那总体上来说 整个IO控制方式的发展过程 就是要尽量的减少CPU 对IO过程的干预 把CPU从繁杂的IO控制事物当中 解脱出来 以便更多的去完成数据处理的任务 那也正是因为如此 大家会发现 CPU的干预频率 从极高慢慢变成了极低 而每次IO的数据传输单位 又从字这么一个 很小的数据单位 又慢慢变成块 而最后的通道方式 甚至可以支持 每次传输一组块 所以整个发展过程 都是在追求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第一次学习 这块内容的同学 可能并不太容易理解通道 所以我们给出了一个比喻 通道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一种弱级版的CPU 然后通道程序 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一个任务清单 通道需要根据这个任务清单 来执行这一系列的任务 而这个通道程序 又是由一系列的通道指令组成的 另外大家还需要注意 一个通道可以控制多个IO控制器 而一个IO控制器 又可以控制多个IO设备 好的 那么这个小节的内容十分重要 大家还需要经过可口系体 进行进一步的巩固 那么以上就是这个小节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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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